曾经替前总统陈水扁预言说 观观难过观观过的算命师蓝天威 虽然说他一再失准 不过他又再度预言了 说陈志忠和黄瑞静 最适合南迁高雄的日子就在15号 不过目前为止 巫淑貞的看护都还没有找到 15号南迁恐怕是有困难 对扁家人特别有灵感的蓝天威 翻开皇例 配合陈志忠黄瑞静 和前第一夫人吴淑貞的生辰八字 找到最适合扁家人 南迁的好日子 15号最适合陈志忠黄瑞静入住 不过扁家豪宅外 丝毫没有发现搬家工人的踪影 尽管屋内装潢已经完工 但是据了解 陈志忠黄瑞静南迁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吴淑貞和他们一起搬来高雄 蓝天威也说 吴淑貞搬来高雄对病情有帮助 尽管蓝天威这么说 但是目前陈志忠在高雄还没找到 适合照顾吴淑貞病情的看护 加上高雄医疗设备远不及台大医院 陈志忠和黄瑞静搬家 恐怕要再拖延几天 不是蓝天威说了就算 中天新闻梁家文张玉昕高雄报道